黑衣男戴著帽子拉著手推車 進到工地裡到處翻找 接著把放在地上的電纜線 通通搬上車離開 整個過程看似沒異狀 但他們其實是小偷 夸張的是居然囂張的闖進 寶二競銷住宅 沒多久新北永和就驚傳強響 因為警察把他擋住 可是他突然就 轉換方向就是加速的開走 然後警察就開了幾槍 汽車旅館前拉起封鎖線 刑事局警方早已鎖定這群人 知道竊賊躲在裡頭 眼見時機成熟 立刻上前尾捕 嫌犯開車撞警 員警當下連開三槍 怎料街頭槍戰 卻引發國安關注 警方當時就在永和這間汽車旅館門口 連開了三槍要制服嫌犯 不過當下卻驚動了國安單位 因為開槍地點相當敏感 正對面就是副總統蕭美琴的住家 索性當時蕭美琴並不在家 槍擊案就發生在二十五號下午 落網的線性嫌犯和至少六名同夥 是偷騙全臺的蕭小 背後甚至還是集團性犯案 在新竹以北專投電纜線 後來又把目標轉為中部以北的 蝦皮智取店 從今年九月開始 至少犯下高達二十起 不法獲利上百萬 向汽車逃逸終究狼狽落網 作案用的轎車車門也被子彈貫穿 留下彈孔痕跡 嫌犯一群人相互認識各有吸毒前科 這回警方辦案 飛車追逐又開槍 意外驚動國安系統 好在追捕過程沒人受傷 三線佳明 全體育台報道